好久沒有拍兔子了 因為最近因為他我很焦慮 然後適當地反省了一下自己 稍微反省了一下自己 就是因為兔子一直想在我的臥室 所以如果他晚上不睡的話 我是沒辦法睡覺的 我曾經試著讓他在籠子裡安靜待著 在籠子照一層黑布之類的 或者我自己找到的關燈我也睡覺 他最後不睡才會拼命的 在籠子上咬的全都是秀 不是秀 咬了把氣都咬掉了 這氣大概咬了一年之後咬掉的 這籠子還不錯哈我跟你說 好奇了 總之就是我不是一開始就不怎麼餵他草的 就是他牙長到現在這麼長 這個原因吧是很多 要細說的話有很多小的因素 一個是買了那個草吧 疫情期間我囤了三香草 那三香草就難提是 他一直相對來說最好 我買相對來說最好的草 是他最愛吃的草 但是呢 他不吃了 我呢又想著放了三香草 我又不想著他再買新的草 然後他不吃了怎麼辦呢 我又不能一直餵著他 我就餵他 增加他的土糧嘛 結果後來呢 這這這這這這這玩意兒 他知道我我給他餵土糧 他自己把土糧完全替代了乾草 就是我餵他草 他一點都不吃 而且越來越部分的是 他開始對土糧也挑食了 我會給他買大概 可能一次會買三四種土糧 就是不管博產還是那個 什麼阻力之類的 就是我會買還有牛寵 牛寵是我一開始反復回購的 但是他前幾個月 他牛寵的土糧變得 嗯他們說什麼配料換了 總之就是兔子是吃了很 我好離譜啊 就是我把兩種土糧插在一起 他就能剩下那種他不愛吃的土糧 就剩在裡面 而更離譜的就是 我有手就是一粒一粒土糧餵他 我看他明明他都吃進去了 他吃完手後那一把離開 然後地上一堆土糧 等一下我去拆 他就把那個他不愛吃的土糧 假意叼走到地上 然後他 得兔子買的 你等會我拆吧 那時候他有很多 那邊有鮮黃色的 哦對對那邊那也是 有鮮黃色和鮮膜的 你要買了 你的愛情看上去等於一個 然後 我又說什麼 然後說什麼 你打岔我就忘了 呃 總之就是 他吐涼 能不能等會兒啊 你放着吧,那时又放不坏了,快就试完了 试完打了 总之就是,它脱梁也挑食 它不吃硬的脱梁,就是那种软的 就是,这个牌子就是阻力 还有一个,但是我不太喜欢阻力的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材特的那种碎片 我就是一直觉得那点不太好嘛 还有一种叫啥类的,我忘了 就是它那个袋子嘛,它没有那种蜜蜂条 所以我一开始不爱买它 但是它至少,它很阻力,说实话我感觉 差不多,就是它那个没有那些五颜六颗的碎片 那兔子还不吃那些五颜六颗的碎片 我真是扶持兔子了,它其毛不扬,嘴这么挑 就是那些碎片,据说是让兔子更爱吃那种土粮的 算是零食,人家不吃 然后兔子自己就不会去吃那种含水量大的 胡萝卜算例外哈 但是它吃完毕拉席就不给它了 就是它小时候吃过 然后,说到哪儿了 对,还有就是在疫情期间,还有前不久 大家都闹了一次超级超级大的蟑螂 特别巧,都是我每次一开箱 就有一只大蟑螂在我的卧室里 它就活力十足地往我身上跑 卧槽,尤其上一次它就直接趴到了 就是它弹射不来,飞不来,扑到了我的肩膀上 当时我都穿着我身上一件睡衣 卧槽,就我抖半天把它抖掉 卧槽,当时扑着我就 就是把我吓哭了,太大了 我以为它又扑过来要摇我一口 然后就知道,当时我都应激了 我抖了那天晚上就我妈一起睡了 反正就是吓死我了 然后,然后当然就是 从那次活,还有更早一些 我就一直觉得这难题,这难 它是不是南方带来的大蟑螂 然后我就不太敢吃海箱,不太敢喂它 其实它真的不咋吃 你看这么久的视频 它只吃了一根 我知道摸摸它肚子了 真的很小了已经,就几乎瘪了 因为我从昨天 昨天白天开始 就是只为它大概 一小把子那个吐量 它全是吃不饱 我不仅能吃一两分饱 维持生命体重是吧 反正水一直是够的 但是水也喝的不太多 我这些水和它平时喝的量 是没什么减少的 然后今天看了也是有排便 虽然昨天就为它一点点吐量 但它还是拉的便 大概是以前的二分之一那么多 然后排尿也是正常 尤其是它精神还蛮好 刚在外面跑跳了好一会 就是我觉得它饿了之后 精神差是正常的 但它精神还好 就让我觉得它可以再饿 再饿一段时间 尤其是我就不相信了 你说你牙长 但是你牙还是可以咬合的 你可以从你的门牙的正面 接受这个草 就是把这草塞进去 并且从正面把这个 涂粮塞进去 理论上你是可以 可以用这个牙来吃东西的 而且你要是不磨的话 然后只能给你剪牙了呀 或者磨牙了呀 那肯定不是你自己摸得好呀 我给你剪完一碗 你剪坏了呢 我去医院给你剪 你给你剪坏了呢 而且去医院好不得好不得 你怎么知道我操 我真是浮了 有没有整顿一下 这就是宠物 宠物医疗行业呀 剪一颗牙 他拍牙片 拍牙片要拍三张 然后三 就三的不同 不就是 我不计他 他怎么能拍三张牙片呢 不就是正位片 还是侧位片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拍三张 他左侧位右侧位呀 啊我真的浮起 然后一张150 一会就450了 然后他还说要得到麻醉 我真的浮了 你这一只兔子到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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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他摁在那里不就好了吗 人家找麻醉我真的是 他都三岁了 我之前就因为他要麻醉 都没有等他去绝育 我真的浮了 我真的很 我真的很不想 很不想想去医院 花那么多钱 然后就是剪牙 所以我就很希望他们自己 把自己牙摸好 然后我想也要提供我这边的支持嘛 就是我涂量为的非常少 哎呀我然后你看 买了这种这样的磨牙的东西 走从那边可以看到的 有一根木巴杆 他们原来没吃过 然后博然现在也不吃 啊甜猪棒不吃 草饼不吃 这是草饼 粽子吃了一个 粽子吃了一个 对他吃饱了已经 他们的醋饼 他不是配 他那个草饼吧 他居然是甜的吃的 真的好无语 然后这垫子是今天将来的 你们也看到了 他刚刚咬了几下 好歹吃了两口 随便是买这垫子 一看什么 没有真的打算他吃 其实只是为了挡一挡草 不让草掉下去的 他吃了一点点草 我不信了 那时候我们再互相耗一天 明天晚上你就是饿了 48小时了 讲那48小时了 我们就顶顶呗 我就不信了 他真的把自己饿死 我不信了 你要把自己饿死 我真的约瘦20斤 还有越来越多 哎呀你 这么离谱 你知道你这么酱 你让我对 让我对药宠物 我觉得自己非常的不称职 因为我真的很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如果你自己不配合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 加油吧加油吧